忘了个擦了 用一丧彪来医治牛老二了 牛老二太难了 皮子普烂的不成样 然而丧彪是这村里医术最高的用医 就算母牛难产 都让他给收拾的明明白白的 就这牛蹄 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在丧彪的手里 那就是小菜一碟 干就完事 为了增加牛老二的体验感 麻药肯定就不用挡了 但是为了手术能顺利进行 丧彪把牛老二的皮子固定在铁架上 防止他乱灯 丧彪今天表现得相当专业 依次对患者的伤势进行一顿观摩 按照丧彪以前的做事风格 直接都已经开始动刀了 可以看到牛蹄腐烂的相当严重 吸引了很多苍羊 丧彪掏出82连的大指甲钱 就是一顿输出 通常牛蹄的腐烂 都是指甲太长引起的 指甲太长的话会直接往肉里长 如果长时间不帮助牛老二修指甲 那么牛老二的蹄子就会开始苦烂 会严重影响牛老二的行动 就丧彪这个手法 不去开个美甲店 那简直就可惜了 丧彪这一顿输出看似很猛 实际上并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于是丧彪开始清理蹄子的厚温 他先用消毒水帮牛老二消消毒 以防止自己吸入过多的臭气而中毒 没想到拥一丧彪 竟然想问如此周到 成群的苍蝇已经被丧彪清理干净了 能看到溃烂的牛肉相当可厚 丧彪直接把腐烂的牛肉炫了下来 然后用打磨机把牛蹄抛光 拥衣的技术果然不同反响 经过丧彪的一顿操作以后 牛蹄现在看起来好了很多 丧彪再一次用消毒水 被修理后的牛蹄进行清洗 然后拿出专用的棉团 对牛老二的牛蹄进行包扎 丧彪一边包扎 还一边叮嘱牛老二的女人 伤口三天之内不能进水 走路的时候尽量把蹄子放在背上 这样伤口的御后才比较良好 细心的丧彪还给牛蹄涂火了 专用的防水材料 其他的都还好说 但是让牛老二走路的时候 把牛蹄放在背上 这个操作让牛老二 以及牛老二的主人 当场就猛逼了 牛老二一边思索这个问题 一边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